好 感謝媒體朋友 幾季這位本來是上禮拜要舉行的 就是我們人糧麻煩 所以可以到幾年 感謝婚姻的朋友 教授和婦媛 這是數全台灣最多的 也數幾十年了 所以 我們感謝楊澤民博士 從2011年開始 就開始算台灣的空氣年報 台灣2011年開始管控PM2.5 在2013年再正式管控 2013年再正式管控 只要有手動的授意 台灣有沒有達標 是緊急手動的授意 所以根據我們會公布 古年2020年全台灣手動的阻療 我們手動的阻療 跟我們每天看的AQI 你看到完全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它的萬十幾天授意要出來 所以我們現在看的手動 是政府用這個授意去看 彰化官有沒有達標 給大家報告 手動是彰化官 本來我們看監測站有三站 一個是山西 一個惡林 一個彰化市 有三站 但手動只有彰化市那一站 所以我們有沒有達標 是根據焦化市那一站 來代表全山化線 這就是台灣 我們從2012年一直 開始管控之後 我們開始2013年 才有手動的授意 所以我們今天要公布 就是要公布台灣手動的授意 所以我們從2013年到2020年 我們都有八年 我們今天我們會公布 八年裡面誰人是誰最多 就是我的公布 第二點就是環保署 他三年 他的連續 不像131415 連續三年之後 他在16 他會公布台灣 三年連續監測數值 達標 他在2016年公布一次 過期之後 都沒有公布 理論上應該 131415 161718 也要公布一次 19年要公布 結果 民進黨之前好像沒有公布的犯 所以 他在9年年代公布 所以我們跟他說 經過 他有 比較慢公布的 結果 9年公布的東西 我們看起來 也是不對 先給大家報告 環保署 經過算那久 算幾年 結果 他去年公布的所謂 可能是不對 所以大家看這邊 環保署 它公布的 它是 新北市 是達標的 台北市 也達標的 新北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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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達標的 新北市 沒有達標 桃園市 沒有達標 但是一方的就是 新北市 北市 台北市 柯文哲的台北市 和新北市 都達標 東部達標 我們 我們是沒有意見 所以 我們要給大家報告 環保署 算一年 再延遲 我們看到 所謂跟它不一樣 我們不一定對 我們不一定對 所以 我們算很多次 我們不一定對 但環保署 這個官方的代表 他要公布 有沒有達標 為什麼這麼重要 就是說 你沒有達標 柯文哲 如果你沒有達標 他要 提交 他要怎麼改善的計畫 台北市沒有達標 你要繳繳 你的旅行計畫 竟然說你要怎麼達標 新北市 如果沒有達標 你也要繳繳 新竹線 如果沒有達標 你也要繳繳 結果你的達標 你就可以不繳繳 所以 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所以 我們公布 環保署 民進黨 跟國民黨 過去好像一樣 我們在2015年 選地 那年 環保署也積極 公布 達標 結果 買人還是我們對 環保署 國民黨的時代也不對 原因這是第二次 換執政後 民進黨 跟國民黨一樣 在過去 公布這次也不對 我們對 這次我們看 可能也對 我們不敢說 他絕對對 但請環保署 再回答 好 所以我們的原因 會說 雙北比較大 當然 新竹線也不會 但是 雙北未達標 只見證達標 如果這幾個月不對 我們願意道歉 我也願意收回 請環保署 正式回應 這樣的事情 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 抱歉 你認為達標 就認為我比較沒關係 但是這是生殺人 所以會帶動啊 台北市柯文在哪裡 你說我達標 但是他沒有達標 新北市也說我達標 我就沒有努力的空間了 但是呢 所以這是生殺人 我們口號會畫這個 所以這裡面說 他最重要是說到 雙北空品沒有達標 新竹線沒有空品沒有達標 紫見這是欺騙最欺騙他的蘇貞昌 蘇貞昌的愛將就是張紫見 張紫見你要騙別人 沒關係 你不要騙他最欺騙的蘇貞昌 這是海德里亞 海德里亞 你敢去公佈 用一年算出來還算不中 算不中 這個還就是蘇貞昌 這個蘇貞昌的信用 有政府會做事 如果連算數都不會算的時候 我想這個政府的公信力 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最重要是小英 跟過去跟萬英九那次一樣 2016年公佈一次 那次也讓我們打臉 打臉喔 我們公民不對 我要證明我們是對的 所以要肯定感謝 在2016年那次 總統大選之前 國民黨那時候集一集 開始公佈達標 結果那時候公佈花蓮達標 宜蘭達標 結果我們說花蓮跟宜蘭沒有達標 我要證明是我們對的 第一次換四年過去了 民進黨跟國民黨看起來好像一樣 我們不一定對 我們在訴訟聲明 我們不一定對 但是請張子靜回答 你不要欺負蘇貞昌 蘇貞昌哪有時間插到這 不要欺負小英 但是 空平會達標 這是非常嚴肅的問題 第二個 如果要說七年埋 灌全台在哪裡 給他分林 坐車方面不太多 從鎮腳走到那一九點 從鎮港來 這是全台灣最寇蘭的地方 我們第一次公佈他們就最威名了 今天再來公佈他們 去年就最威名了 所以我們就看 七年埋灌全台 所以我們在這裡 藻礁的事情 我們就認了說 啊 過去 我們在2017年6月10號 遊行的時候 我們就呼籲這樣 所以那時候李進隆肯定那時候 到台塑五千備忘錄 就說沒得去 但是四年過了 四年過了 中央執政黨 結果到目前還在言論階段 所以也在媒體報導說 哇 要過了 我們覺得中央執政黨 很好啊 所以這是我們長者做了 其實我們前面就要說了 雲雲樹沒轉氣 跟三接我們看法沒有關係 但是只要台灣有更多的接受站 我們樂觀其成 我個人的看法是 天然氣它是過度能源 但是台灣還沒有綠出來依情 我們剛剛用天然氣 趕快回來我們可以接受 但是這不是要再登三接 三接我們認為在北部也要另外找一尾 台灣要分散天然氣接受站 要分散 不能只集中在台中 只集中在雲林 只集中在高雄 北部都沒有 啊 那 共產黨那邊要打三顆就好了 打台中打下去就好了 所以 我們的看法跟三接沒有直接關係 但是有間接關係 所以我們結果認為說 雲林樹沒轉氣 這是2017年那時候 李靖翁就說要促成的 所以根據張立善 我們這裡 結果大家共同來搶救 在這過期裡面 屬最大的分明人 中五人 拜託 所以 雲嘉南 我們再看我們的年報 大家不敢 雲嘉南長期在宿舟 但是 現在都說 天然氣要講 這件事已經五人而已 沒人要講 最近才開始在講 我心裡不平等 所以 我不知道是不是先賣發口 這是我們爹地講的 搶救藻礁 也拜託 共同搶救全台灣人健康 因為雲林人 的空氣不好 我們來看最近 北部也是茫茫 那就是 聽說 我看氣象局是怎麼說的 這是中南部的空氣送給台北的 所以其實 台灣是一個呼吸命運共同體 呼吸命運共同體 我們喝的水 可以過濾 我們水的空氣 中部有可能會漂到北部 夏天開始就漂到北部了 南部就漂到北部了 所以我們在這拜託 我們搶救藻礁 也拜託搶救全台灣人的健康 不是只有搶救雲林人的健康 搶救雲林人的健康 搶救中南部的健康 就是搶救全台灣人的健康 所以在這拜託說 極其手動拼2.5 不管是日軍職 還是年軍職 分人人 都是數全台灣最佩的空氣 悲情於人 拜託大家共同來終結 悲情於人 拜託大家共同努力 所以極其地方政府的張立賽 你有義務 你有責任 要把聲音說出來 權力 責任 當然是中央為主 所以 建議我們拜託王美花 拜託蘇貞昌 共同努力 全民大家共同 關心 高雄以外 我們共同的關心 分人人的悲情 拜託一樣 拜託 用天然氣 拜託 來終結分人人的悲情 這是可以的新聞大家看到 頭版 我們看得很開心 終於要換 終於要說 但聽說 背後不夠否認 所以這裏面說 不要說氣象也不太愛 當然我們任務的 剛才我說清楚 用它來替代三階 我們是保餘的 我們台中以北 也要找幾圍去替代 不是集中在台中到高雄 這是我們看的 剛才說 建議PM2.5有沒有達標 這政府很嚴肅 你看看它 它全部什麼 新北市 變成達標 台北市也達標 新竹縣也達標 這是正式公告 正式公告 2020年10月29日就公告 十月 所以它整個授意 前三年 2020年10月29日公佈的 應該就是 2019年 18年跟17年 3年 17 18 19 3年的數字 它這公佈 它達標了 這是環波數 公告 這是我們看它裡面的法規 連續三年 剛才說 2020年公佈 理論上就是 17 18 19的三年的平均 有年均值也要達標 日均值也要達標 這就是三年的平均 我們的PM2.2的日均值 要小於35 所以等於35 還是沒有達標 它要34.9才達標 這就是說 一定要35 以下 這裡面授意大家看 小於 好不 現在這很重要 等一下它連續三年 好 我們來看 新北市 我們來看 17 18 19 日均值是38 沒有達標的 印年均值15.1 也沒有達標 為什麼你行政院也公佈他達標 為什麼 這就是張子靖 你批判 蘇貞昌 我們剛剛說對 我們不一定對 如果錯誤 我們願意道歉 也願意收回 但請政府回應 這西北市裡面達標 第一 台北市日均值36.5 我們收集都嚇出來 台北市是35當然沒有達標 一看就沒有達標 所以我們來看 他年均值是達標的 但是日均值沒有達標 所以台北市柯文哲 在公告 他也沒有到 他也要繳交你的報告 旅行計畫 我怎麼繼續努力 你不可以看一年 一年不穩的 不是我們三年級 國中三年級 可能這樣看得穩 不好意思 好 所以台空門版的時候 我們都記得新竹線 新竹線日均值是剛好35 三十五 剛才說的 你要小於三十五 三十四點九才達標 這沒辦法 這就是蜘蛛斤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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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斤 所以沒有達標 新北市要繳交旅行計畫 新竹線要繳交旅行計畫 台北市要繳交旅行計畫 這牽涉到多少人 牽涉到八百萬人 新北市四百萬人 台北市兩百七百萬人 就這個七百萬人 新竹管家庭就是多少人 這牽涉到台灣三分之一的人口 這是很大的事 很嚴肅的事 所以我們看年軍職 我們看九六 台灣年軍職十五 他還要二十 因為衛高民管控 他還要離標準離航 你看 只有豐原 這個策戰有達標 你看這麼多的地方 大部分都集中在東南部 我們看年軍職縣市台銘 九尉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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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八一十八點八 高雄陳其邁的高雄 你看到這裡集中台南 副總統的高雄 你看南東台中 這是年軍職 然後看日軍職 日軍職 抖六 五十五 離三四五都這麼分 離三四五這樣分 抖六台南加一 你看 好 我們看 他過去慶寧 一三 一四 一五 一六 一七 一八 二零 二四 六八八年裡面 軍人人不是年軍職最沒了 日軍職 他你也都沒了 年軍職 只有二零一七年第一 所以都第一 第一囉 這是政府唯一承認的 有認定說這才準的 出的他沒有認定說 我們對這是保留 好 所以 因為軍人人在管控之後 都輸台灣最沒了 台灣人拜託 沒人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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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李英雄也是分人人 我們的空保處長以前也是分人人 或是 現在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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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 民進黨小英跟蘇貞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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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 我都做了負責最沒民進 我們任務的最沒民進 張子健我再講一次 張子健最沒民進 他在環保署裡面 從2006年的凱西做到副署長 他做到2018年、19年 扶正之後 他最沒空氣汙染 最沒環保 結果他最沒民進 我們看看這就是公佈的東西 前十月公佈一回 社會二十月就再度公佈 也就是說 新竹事業也會達標 所以這過期 國民黨時代是 每兩年要檢討一次 每兩年要檢討一次 民進黨時代變了四年 過期說你要佼佼改善 結果張子健把改善拿掉 你不必改善 你高考就好了 我不知道這是什麼 他要請張子健回答 請張子健回答 為什麼原來兩年一次 一直要變四年 為什麼 教授說你要佼佼改善的計畫 結果現在不必改善 我不知道是怎樣 好 這是我們台灣公實行 本年以後 2016年8月 修正一回 空平要達標 第二回就是古年 理論上他應該 早就要公佈了 結果沒有公佈 我不知道是怎樣 是所謂 沒有什麼標準 我不知道 怎麼算那麼久 還算不到 好 我們就要看 這是最後 他就是以前 是兩年要檢討一次 我們引進據點 我也變了四年 非常可笑 兩年變四年 BPP 我們是否帶過 還是不知道 好 我們2017年6月10號 有行 抖六盤空位有行 那時候就呼籲 中央不要把婚禮放上 不要把婚禮放上 所以那時候 感謝那時候 李靖勇 他就跟 六千 抖一個備忘錄 這個東西就說 好 好 拜美轉四 這很好 所以在2017年的6月10號 有行前一天 抖這個備忘錄 但是經過 四年多過 經過四年 比較沒四年 這 現在還沒當 非常可笑 所以蘇智文 肯定 他一直在叫 這是 他在 20 3月10號 他的直覺 其實也說 賣掉的就是 歷史 但是我們覺得 你不 2025年突然都沒有 你現在要開始 每一年要減兩次 要不要緊 不然你突然那一天要沒有 我覺得那是最困難的 我們也敢肯定 蘇智文 一天要拜 又一筆 一筆 他說你的天安市 要怎樣 肯定 結果我看回答後 也沒回答得很好 好像工業局 跟那些 兩元局 好像都 很高興 非常高興 所以我們看到 這是閒置的碼頭 賣掉閒置碼頭 街坊都沒有看 所以我們肯定這個東西 為什麼 沒辦法看 以前 以前 這天下 有探討 對 所以 我們認為 剛剛 莊美町叫做 也很關心 大家都關心 蔡佳陽也在關心 我們有很多方式 很多人要關心 這有什麼事 全台 我們認為 應該有更多天安市的接受站 天安市接受站 所以 我們認為 這天安市接受站 是純粹 承諾 2017年的承諾要完 你這時候要開始 準備 而且要更多 最短的時間 更多達成 天安市 台灣可以更多 會接受 可以叫分離空氣 跟三接 三接 我們認為三接應該在台北 另外找個地方 我們認為 應該 全台灣借著這次 好好討論 台灣的能源政策 跟空污政策 是不是分你們 數百年 在七年 最大的 日軍和年齡 我想 是不是全台灣可以 共同節能 共同來思考 藻礁醫藥的台灣 我們要怎麼來 共同努力 所以我們是不是先發個口號 好嗎 先發個口號 好嗎 再來在下面講 好嗎 我們有兩個主題 來這邊 雙北空品未達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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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敬七倉又欺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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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雲林的議題 雲嘉蘭大西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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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雲藝舒盖 雲濕元不平等 雲濕元不平等 七年埋冠全 全台 雲林樹美轉氣 雲林樹美轉氣 七年埋冠全台 雲林樹美轉氣 雲林樹美轉氣 雙北慰達標 雙北慰達標 紫禁禁達標 雙北未達標 紫禁禁達標 雲嘉蘭大西讀 雲嘉蘭大西讀 明氣園不平等 雲嘉蘭大西讀 雲嘉蘭大西讀 雲七年百萬全台 雲宁宿美轉器 明告大學 教學 我是雲林縣台西鄉居民 我常常開車的時候會看到海線61縣那邊 就是秋冬、北風的時候 空氣很不好、能見度很低 最近在那邊也發生了20輛車大追撞 我看跟霧霾是排除不了關係 能見度很低 我們經常在那邊看到就是 開車就會很危險 我在高速公路1號、中山高要往東看 以前是可以看到山 看到林內、古坑、八卦山、那些矮山 斗六那邊的 但現在常常看不到 如果從北部開車下去 尤其到了佐水溪那邊 你會發現說空氣的味道、空氣的健度 就是完全不一樣 我們雲林鄉親很多人不曉得說 這個埋害的嚴重 不曉得 慢慢我們就發現說我們住在六親附近的 常常聞到那個臭空氣跟呼吸道這些不好空氣 我們的鄉親發現就是很多人得癌症 我們現在我們要告訴鄉親 很多人就因為不了解他的嚴重性 以為比較沒關係 就有鄉親以前來告訴我說 不要擋人財路 不要管這些汙染 那個讓人家去賺錢 那我在想這個是不是就是讓人家去摩財 害了鄉親的命沒關係 這是間接摩財害命 那很多人不曉得 那也有親戚朋友來告訴我說 不要管 但是後來有位親戚他就來告訴我兩次 後來他自己也得癌症 然後過世前來找我說 你不是在簽那個自辦公佛嗎 這個要抗議的他要來簽 我說你不是叫我不要管嗎 結果他自己得癌症 說沒關係我現在得癌症了 我要講真話 這個如果沒有汙染 那些業主不會拜託 我來跟你收請之類的 跟你收請你不要管那些 那人之將死其心也善 結果講完之後沒多久真的就歸天了 那我要說的就是說 這個嚴重性很多鄉親不知道 那我現在要告訴大家 就是說我們發現 當地真的是蠻嚴重的 那從這個全國的監測 你也看到過去八年裡面 竟然七年都是第一名 都是很嚴重的 雲林縣很嚴重 他是台灣很大的股倉 台灣就是說重要的 大概就是在東樓溪到曾文溪之間 是台灣最大 然後雲林這個地方 應該是產地最大市場就要西樓 雲林縣這個是非常好的農業縣市 應該是有雲有林 白雲綠林等等的地方 可是這個地方 竟然是台灣 這個埋害 致癌物質這些空污最嚴重的地方 所以這邊應該要讓鄉親知道 也要讓外出的雲林人 在地雲林多了解這個嚴重性 大家如果再默默不吭聲 那就是默默的 這個就是默認說這是可以的 害我們以後是不是世世代代的子孫 都不要住這裡了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實 所以我們希望中央政府 地方政府都拿出該進的責任 中央政府要有正確的政策 地方政府執行的這些責任的單位 必須要嚴格的監督 那也請專家學者提出可行的辦法 那應該大家注重這個 整個中南部非常嚴重的致癌的現象 我在想喔 台灣人以後是不是大家都要移民到別的地方去 讓這些工業來佔領所有的台灣 那污染工業繼續毒害台灣的這一代 以下一代以世世代代 那我們要搬到哪裡去 花東容納得了嗎 還是我們必須要改善 所以我在此呼籲所有的鄉親 所有外出在地的鄉親 所有的相關的政府官員 相關的專家 這個是非常大非常嚴重的事情 我們這邊雲林的鄉親就是 大家也有很多人站出來 現在也有很多人 以前不曉得這幾年來 大家每天都看得到 甚至呼吸得到 甚至很多親戚朋友 得了癌症 得了各種奇奇怪怪的病 包括腎 或是健康的問題 等等 那我們是非常的痛苦 這種現象 這個基本人權 這已經是傷害到基本人權 我們台灣號稱注重人權 政府這些政治人物 也都是說台灣人權進步 可能指在政治的人權進步 這個環境的人權 健康影響到人命的這些基本人權 落後國家 台灣是落後國家 在環境人權 對健康的基本人權 這是不對的 你能不呼吸嗎 呼吸水 這些都是生命基本的東西 這是傷害了國民的基本人權 所以我這邊要呼籲大家 呼籲相關的人 必須要正視這個問題 提出解決方案 不要再閃閃躲躲 民眾的眼睛是血亮的 政治人物 大家都在看你們 企業家 企業 我們大家都在看你們 企業應該拿出良心 不是應該磨自己的財 直接間接來害命 這些你看 他空氣排出來的就吸進去 就毒 然後很多這個 家破人亡 前一陣子就是有一對 夫妻他們就出來說他們的受害 那最近我要去找他們 那太太已經過世了 一個一個倒下去 一個一個健康受診 病痛 然後殘害家庭 這個家庭就這樣這樣破罪了 有的還在醫院 有的還在家裡 還在那邊病痛 非常的痛心 非常的痛心 希望大家正視這個問題 改善雲林的空氣 謝謝 今天很沉重的 兩個雲林的受害者 來台北跟各位媒體 陳述一下雲林的狀況 那首先一開始 我得先 先 恭喜我們的經濟部 他今年的CPT達到四 做四萬五 他們覺得很驕傲很高興 那請問各位台灣的民眾 CPT成長四到五 你們得到什麼 你跟著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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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相信 大部分的民眾 你CPT 就算它增長到直 你也沒什麼感覺 你有比較富有 那為什麼 我們的國家 我們的政府 既然這麼不靈不義 將我們混音人 一次 再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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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座六青 在國民黨時代 號稱是國家重大經濟建設 要雲林能承擔 承擔 燃煤 實化工業所產生的毒害 現在雲林能承擔 全台最高 現在空屋 逛到全台 號稱 2025 要減煤 但是 淨煤時程 在哪裡 從李敬勇時代 到現在 請問 雲林縣政府 包括 黃嫂組 你們有提出任何 一個 石層的 一個 一個石層表嗎 沒有嘛 口號而已 那再來 雲林 在六青 大發達 大轉 20年之後 現在雲林已經缺水 缺很嚴重了 很多農學 長期缺水 停工 停灌 那再來呢 現在雲林人 我相信啦 台灣人現在 要非常感謝雲林人的犧牲 為什麼 因為第二次的能源改革 雲林人又要成三 再一波的犧牲 那這一次的犧牲呢 相信會比六千更大 那是什麼 不正義的能源轉型 為什麼是不正義的能源轉型 我們燃煤還沒畫上休止符 那我們的經濟部 他還沒搞清楚狀況 桃園找交 現在已經激怒了全台灣人 七十萬票 要來公投了 你們三接還沒找到 但是 我們環保團體 已經在網路在媒體上面 已經喊了 一兩個禮拜 六青是一個很好的接收站 為什麼 小英今天才跟王雲雲請求 有沒有搞錯 小英你不用請求王雲雲 你的土地啊 這是你的國家 你掌管的國家 你跟財團低伸下去 你在幹嘛 沒必要 接收站自己的 六青港公約局的 土地公約局的 台灣 是台灣總統管的 不必要跟六青低頭 難道你要做任何利益輸送嗎 美轉器 雲林 是在必行 2025 五美 怎麼達到 十層趕快拿出來 天然氣接收站 麥寮工業區 六青廠區 空地很大 港口也是自己的 國家 你不用問財團 直接掙收 直接用就好 甚至在掙收六青的 藍莓電廠 2025 賣療將除疫 那賣療轉不轉去 那是賣療的事情 但是台貨你要 你要籌措新的能源替代 不好意思 六青廠 有土地 台電 電廠蓋起來 接收去做好 天然氣進來 台塑轉不轉他家的事情 台塑裡面自己 內用的電廠 還是請他 美轉器 中油 在賣 天然氣給台塑 做生產發電 六 國家可以賺錢 為什麼你國家不賺 為什麼 難道你們還要在利益束縮嗎 雲林犧牲了兩個世代 已經兩個世代 第一個世代 藍莓世代 雲林犧牲夠徹底了 再來 能源不正義的轉型 風光大線 風電 光電 將再一次的塗入雲林海線 雲林海線 除了海上風機之外 陸岸風機 現在已經延伸到陸域風機了 風機發電廠 風力發電機 已經從沿岸入侵到內陸 20公里了 涵蓋賣台四口 五個鄉鎮 這是一個很大的生態 也是直接跟人民生存有關係的 一個看 我們的政府 你的能源不好好管控 不好好正當的轉型的話 會有更多人來反對你的政策 早將激起了全國的怒吼 現在呢 雲林的風力發電 正在侵害雲林人的家園 你把半個雲林當成是發電廠 這沒有辦法救空屋 賣療何時先沒轉氣 直層先拿出來 先到這邊 我在我臉書 已經很多次PO一個貼文 這有關於一位前德州的美國州長 民主黨的州長 Ann Richard 你們打上去 A-N-N-R-I-T-H-A-R-T-H Ann Richard 他是美國德州的前州長已經過世了 他在晚年的時候 他有在YouTube上面有一段評論 關於石化工業 關於空氣污染 他特別講說 他特別講說 共和黨的人 就是認為說 工業就是讓他賺錢 讓他發展 以後他賺的錢 就會來回歸給社會 然後就會花錢買 改善空屋的這些機器 他講了一句很重要的結論 but history never prove it 歷史從未驗證這個事情 我不曉得 台灣是不是有真正的民主黨 我們有進步 我們有民主 是嗎 好好去看這個美國德州前州長 Ann Richard講的話 but history never prove it 歷史從未驗證說 一個企業讓他賺錢 讓他怎麼樣 帶來工作 帶來怎樣 但是期待他們要 會自己投資在改善 空氣污染 然後投資在 服務的社區裡面 never prove it 歷史從未驗證 他講什麼呢 只有靠立法 靠立法 才能夠規範 這些企業界石化工業 他說美國德州是美國最當的一州 台灣最嚴重的地方 在哪裡 就是在雲林麥寮 整個張雲家 南投都被影響到了 我們民族進步的人 那個黨員是美國共和黨嗎 是比較偏向 那個思維就是 讓他發展 讓他不斷的賺錢 就期待他會做嗎 告訴你 那個美國德州州長 已經在他過世前 被訪問的時候 很坦誠講過了 but history never proved 共和黨的期待 或是這樣的宣告 不要再欺騙人民 做不到事情 德州已經都 那個州長他就這樣講了 聽聽歷史 聽聽前面的人 真正愛護 真正要改善 真正要治理的人 應該是好好聽這個事情 我也曾在 我的臉書上貼了一個事情 肖萬堂 大概是他微笑老肖 各位認為 他對台灣的經濟很有發展 但是 最不能接受的是什麼 對於嘉義人 他出自嘉義 出自一個在嘉義長大的孩子 做了宰相的時候 他在大力的推動 當年 這個政府的政策 石化工業 就是在國光石化 也都他出來推 他在副總統的政局也在他們推 他最後自己得到會獻來了 他都是他父親 因為他吸了他父親二手煙 他從來沒有承認說 他可能是會 會因為吸入太多的空氣 而造成他的會獻來 他住在台北啦 他的鄉親 嘉義人 正在性高采烈的時候 不只做了行政院長 做了副總統 正在可能上升劫財 換鞭炮慶賀的時候 多麼悲哀 這個 石化對傷害最真的 那時候 也包括嘉義 是 他就在那邊長大 後來我忍不住的 在2018年 就看到一個人間的悲劇 就是在清德 他那時候一上任 各位知道他從哪裡來嗎 萬里瑞芳 礦工的小孩 過去 那個深浪的地方 那個整個村落 多少人得到會獻來了 這邊有電廠 有南北電廠 後來沒有了 修身養性了 好不容易 唸了監宗 去過哈羅念書 但那台南市長 後來 瘋瘋瘋瘋瘋的 回到做行政院長的時候 各位還應該記得 他相當 很努力的推 升到 乾淨的美 多麼悲慘 長酷的這樣一個現象 難道一個政治人物 要證明說他對政策有能力執行 第一個就是對自己故鄉的人 毫不留情嗎 對自己故鄉 沒有任何情感的人 有一天他也許做法也會不一樣 因為有更大的目標 偉大的政策 可以犧牲故鄉的人 我對這些人 感到非常的可悲 今天我再接下去講 我希望 經濟部長王美花 我們看到他是在彰化 二水長大的 所以他坐了火車到台中旅中 後來訓練了 是嗎 他也很努力的 他有想到說 也努力推一推 讓你的故鄉 彰化二水 雲林 然後對待 六青根本 早就承認 這個 排水彰化 不知道多少年了 還不做 還不做執行 你做經濟部長 做什麼 我不希望我在寫第三篇的時候 因為他很快要變成宰相 只有破例的人都可以成為 臺灣宰相 但是我要講 最物相無形的人 是這麼悲哀的事情 當物相 當燈結彩 放電報的時候 物相人事 最悲慘經驗的情況在開始 以上 媒體不被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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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著 我們下一次也 咱們可以報自動 好不好 因為這個是 我想今天 葉醫師跟我們一起談這個事情的時候 就以手動 簡單的算數 而且只有三十一個側站 前面幾年只有三十個側站 後來桃園變成 變成 施暇事的時候 變施的時候 就增加多了一個站 所以三十一個側站 比較好算 沒有幾個 而且每三天 還只有一次的監測 數據比較少 應該很容易算 所以我回答你的問題了 那簡單的講 就是說 連這樣的點端 最基本的 這樣的東西 都隨便算 因為 剛剛葉醫師有講過了 對一個地方 達不達標 是用非常少數的側站 比如說彰化 就只有彰化側站 其他兩個側站 也不計算自動不在裡面 所以我們今天就針對 這樣簡單的 來看待一個地方 日子式達標 這樣的一個手動測試 我們做一些評論 我們繼續 還有我們再針對手動 跟其他的評論 包括湊羊 但是最重要的葉醫師 就有講過了 一個地方 要不要有明確的 空屋改善計畫 裡面一定有旗塵 這東西 今天台北跟新北 就不用了 清竹縣也不用 那麼多嚴重的事情 這個地方是我們觀眾 你知道 清竹縣就是我們科學人區的地方 現在 法規如果沒有改以前 我們應該照法要走 那幾年 民進黨執政要第一次公布 過於國民黨先公布一天 2016年一直進 131415三年 理論上應該 他要再公布 所以我們今天要講 你古年 10月29日公布 理論上應該是 那時候要照這個東西 以後 如果手動跟自動 有什麼不一樣 就是要經過另外一個程序 理論上 自動是 七十幾個車站 靠代表線 手動只有三十一個車站 而且 三天才測一次 三天才測一次 就是用一百二十幾天 代表三百六十五天 彰化線 用彰化式代表整個彰化線 這是落後的 但是 我們先假設它是對的 我們這假設法規就是這樣說 所以我們今天 你只就這個來說 因為它根據手動的東西 要決定你有沒有達標 你沒有達標的時候 你要提出你的旅行計畫 我要怎麼改善 台灣現在還手動 還還沒說很確定的東西 所以環保主他過去 他講什麼 理論上 你先照你自己講什麼 我們認為 新的自動的東西 代表整個手動的東西 有比較接近的東西 有比較正向的發展 楊澤民博士好幾年前 有一個倡議 自動跟手動 理論上它沒有差異的 理論上要等於自動 我們看到才會覺得 我看到就是 我以後有沒有達標的東西 剛才說 他手動十幾天以後 才會回應幾天以前 我們數位的東西 手動就要去移 所以 我們看到跟我們 以後的東西完全無關 完全無關 所以這件其實 我們批評好幾年 第一就是 從國民黨的傲慢 民進黨繼續傲慢 最初的問題很好 就是說 如果以後我們有七十幾個車站 就是我們看的 直接反應的時候 這樣比較會回應我們真實看的東西 那是比較好 但是也許下一階段 我們會大概最近兩禮拜 公布自動七十幾個車站 好嗎 先給我們報告 感謝你 我先補充一下好了 環包組 你如果看 歷來每年的 那個年報 都大概是3月15號公布 就是今天 我希望他認真的在檢討 很認真的在檢討一次 他適用的法規 到底用什麼法規 做什麼什麼樣的計算 要很清楚的講 不要咕嚨人民 那如果這一次 我們還有繼續要講自動的PM2.5 講PM子 講臭氧 如果他認為他要發表一些 會讓國家一個政府機關 那麼多房工界的 工衛界的人 還一錯再錯 我認為那是國家的恥辱 是我們國家獨租人的恥辱 引以為恥 所以最好他3月15號 今天如果發表的時候 我希望張子靜自己簽名 好好看 說他看過了 不要明天輪到我來講 講他從地方沒有錯了 不要在那邊鬼混 有可能 本來要公布 看得了還好 謝謝 每年都3月15號 我不要聊 他們是比較可惜 我們今天是站立來跟他講說 裡面有錯誤 不要在那邊亂講 帶多 你的確是帶多 不過過去都是 病因每兩年檢討 修正 下一個改善 他有改善 他到了 在他張子靜上任以後 他把他改成 因4年檢討 修正 改善去掉 只要他看過了 他在那邊我就改善了 是嗎 張子靜 不改善 有你一個人決定 有沒有改善嗎 那改善不用在法令上 在一個規範上面 空氣污染防治法 那是一個法令第七條 他把改善去掉 他把改善去掉了 就由張子靜 一個人從2005年 一直做到 不到2013年 都是他在做副署長 有改善嗎 連數字都按不錯 可惜了 理論上是 給他一個機會 不要亂學 因為一旦發表 年報就 大概就 因為文字付出 這已經害到行政院 行政院公報政治公佈 我想這已經想到 我們沒有不對 這是傷到 這是死的 這就用算數 你能夠畢業 沒有特別有同色標誌 這是自販包署的動作 這是他們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這一定 對傷害執政黨 傷害民進黨 在2016年一段 我也跟他講 對 我們已經接受我們的東西 現在說 民進黨執政 這次還沒有選到 結果慢慢說 還沒有選到 非常可憐 抱歉 你不知道回答你的問題嗎 抱歉 大家可以再指教 所以我們將會陸續發表我們的看法 我們的組織 就環保署 你就先自己 趕快努力修正 不要亂發表東西 你如果四年 你就由你完四年口氣 那兩年就比較有壓力 是怎麼 原理是怎麼幾趟 是怎麼 繼續說什麼 為什麼 2016年一月日 開始佈置的那個 等級的化分表 脫了四年 中間就把它改成四年 那現在 因為明顯的 我可以透露一點 我現在也希望我一步 不讓你講什麼 我也可以公開指引說 知識疫情 今年空氣會嚴重的惡化 所以趕在去年呢 是這樣子嗎 張子欣請你回答 今年大家都認識到了 今年 不 現在不講了 不是 他本來就三年才公佈 一本來 沒兩年 沒什麼意思 他本來就要早上公佈 一年公佈已經太慢了 他公佈的時候 是去年 2019年 10月公佈一次 太慢了 那時候公佈了 跟後來又再公佈一次 那是預告 預告完 時間一到就應該 就正式執行了 理論上應該還早上公佈 中間 你如果看 我們今天葉醫師有提出來 朱淑堅講說 如果你改變 原來的2020年就要達標 那為什麼 你要說明啊 沒有說明就改到2023年 為什麼 這個當然不是張子欣能夠回答的問題 朱淑堅是直接質問 朱淑堂為什麼要這樣做 而且沒有說明 這東西的廢話我下次可以說明清楚 朱淑堅就是 一年民進黨 反對黨 中央執政是國民黨 民進黨跟執政黨共同促成P2點管控 那時候大家都同意在2020年 台灣要達標 結果今年莫名其妙的延後 朱淑堅說這個故事 理論上民進黨你以前做在野黨 你也是支持2020要達標 理論上啊 因為你執政之後你當然也要達標 為什麼莫名其妙的延 沒關係 我們最近還會有一些年報記者會 提醒他今天發布的 最好自己當執政 簽莫名 我覺得這事情非常嚴肅 可能監裁員要去查 立法院要怎麼傳我們報告 我覺得這比較嚴肅 這有沒有達標是非常嚴肅的事情 這是法定的東西 我覺得這事情那麼輕率 那麼兒戲 這對國家的傷害力 對民進黨的執政的傷害力 非常大的 也有柯文哲誤解 他說我也達標 我很厲害 新北市嘛 我達標啊 我覺得其實 達標也並沒有代表 安全 健康 我們一直在說 台灣的標準 美國的標準 都沒有辦法保護人民 這非常確定 包括加拿大 沒有辦法 我們上個禮拜的記者會 多輪多 一拼二丁 年均是5.9而已 僅僅是1300個人 拼二丁是5.9而已 比我們的死互比較低 比我們比較低 也會死很多人 所以 不是達標就不會死人 但是你達標就不會死人 但是你達標就不及格啊 這就大家說我多達標啊 這是非常危險的 非常危險 所以大家要謹慎啦 沒關係啦 美國民主黨的 已經已故的德州的前州長 德州的那個大小 只等於一個國家了 那也算是 如果是一個國家排行的話 我在講 這一位 M Richard 已經過世的人 他在晚年的時候 講了 共和黨都是這樣想 但是 期待企業會自己主動 會做 今天我要看到報紙講啊 要去跟他肯談 跟企業界肯談 國家的是要自己有一個前瞻 自己有一個政策的執行的目標 他希望做什麼 能源政策 健康政策 是領導人的 本來的職責要講清楚 沒有人下去懇求 企業主 美國民主黨 已經已故的 M Richard 德州前州長 已經講過了 History never proved it 我希望 台灣的 他也沒講過 他們經過 Sweet Talk 用甜蜜的跟他肯求 肯談 從來沒有實現過 歷史從來沒有實現過 請今天的執政者 以後在他寫回憶錄的時候 他肯談 沒有立法 就是肯談 就期待 張美花副長好好聽 也許你有機會 變成國家的領導人 我希望 你就用立法 你的能源政策 你的對環境的政策是怎麼 不是透過 V Talk 以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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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答標不答標 我民眾跟民眾很寬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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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今天的度假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雲零 我們從一次來 八年 七年都是 可是今天是龍朴 eve 埋都 然後也是癌都 好 那這個部分之外 我原本在這邊有 希望能夠天然氣 讓你接受 希望能夠趕快成立 我想我們三櫃李清 講國語號 明天上次號 明天講國語 我們過去八年 台灣開始有手動文資料顯示 雲林從之前去 從之前去台灣 八年到七年差不多最後 所以我們想要很強 全台灣人民共同努力來搶救雲林 讓終結雲林的編曲 那第一步 比較可以馬上做的 就是趕快建構雲林的空燃氣的接收站 這是2017年遊行前續6月9號 李竸勇他簽的備忘錄 我想民進黨有義務趕快落實 其實早就這次讓我們覺得 要趕快在台灣各地興建他的天然氣接收站 可以分散風險 那天然氣接收站只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們要全面檢討雲林為什麼連續七年都是最後一名 這一定有原因的 不是只有煤 也不是只有天然氣的問題 我覺得它裡面的還有錯話 還有移動汙染 全面的問題 我們希望全台灣人共同來搶救雲林 從移動汙染 從易山汙染 從全面來看看我們怎麼能夠 從雲加藍 我們能夠為他們做什麼 那你有沒有我們這邊其實有掌握到一些數據 而且你們是中央單位98的數據 你認為這中央單位的數據沒有分清之外 再來就是他們的錯誤率很高 你指責是環保署長的部隊 他剛從副署長的部隊到欣甘署長 那麼這個數據的部隊都沒有掌握 我想張子健是我看過有史以來在環保署當副署長最久的 而且當署長他可以連續已經快兩年了 我想對所有的空品他應該有一定的認識 但是好不容易本來應該在2019年9號公佈的空品裡面達標 竟然拖到2010年8月9月10月才公佈 我覺得他已經慢 而且如果你慢準確還沒有關係 他又錯誤 我們認為他今天公佈的新北市台北市達標 我們覺得是錯誤的 還有新竹縣我們認為沒有達標 結果他認為也是達標的 因為有沒有達標會牽涉到你要繳交旅行計畫 你要怎麼改善 因為我沒有達標 所有旅行計畫要繳交 今天達標你就不要繳交 我覺得這對市政府對市民 大家會覺得我達標了就沒有壓力了 我覺得這樣是對沒有辦法保障民眾的健康 所以我覺得張子健在這件事情 他不是只有做的不好 他是殘害人民 讓人民鬆懈 讓柯文子鬆懈 讓柯文也鬆懈 甚至讓新竹縣縣民也鬆懈 讓全台灣人民 我們台灣不錯啊 其實如果照標準 新北市台北市新竹縣其實是沒有達標 這接近七百萬的人口 台灣三千萬之一人口其實是沒有達標 如果連算數都是會算錯 他還有什麼能力去管控P&O的地方 因為管控P&O的地方 他是很困難的 他牽涉到化鋪位 而且要全民共同努力 包括你摩托機 都會影響 如果連算數都不會算 民進黨執政連算數都不會算 我不會跟你說 我們不一定會算對 所以我也說 我們也可能算錯 但是你整個執政黨 全民執政已經快五年了 我想這慢慢的算 因為要算 慢慢的 慢慢的 但是非常可惜 我們這裡這一點 是張子健要向蘇貞昌來報告 我也覺得說 立法院他可以啟動看專案報告 甚至監察院也能啟動調查 那你們有請屬裡面的人來嗎 今天有邀請嗎 我們目前是沒有啦 過去他們都會自動來啦 也許這裡面也有 我想進一步一下 其實在民進那部分比較負擔 是包含這個土地的污染 也有包含空屋 那你們所測得的 像包含的職業 像飛北基 或者是像這個新竹 所以空屋會佔比率比較高 還是這個地質污染不在哪 就很難看 你說飛北基 對 就是其他地區 你現在看起來整個就感覺 好像是基隆跟花東是OK的 其他全台東西 對 如果照黑年報為數就算起來 基隆還有台灣的國際 中部是達標的 那台灣的西部只剩下基隆 達標而已 其他都不達標 老實說你土地 我想原林不是只有空氣不好 不是只有水不好 它的土地 我想很多重金屬 如果下雨以後 它就降到沉降到河流 土壤裡面 我想那就變成 我們的食物鏈裡面一部分 所以原林人 他如果種出來的東西 有重金屬 他就會小到全台灣 他提養魚很多吃狗 可能這些狗 我們也會回到食物鏈裡面 其實原林人的健康 原林人土地的健康 會影響全台灣 所以我剛剛說 我們台灣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只要拜託大家共同努力 如果關切原林就是關切自己 我們把更多的行政資源 我們人力物力 卡在最困難最悲情的雲林 跪去八年台灣的手動資料裡面 台灣政府唯一承認這個手動的數字 結果八年裡面 從日軍職 從年軍職 都是雲林最可憐的 所以拜託大家共同努力 搶救雲林 快要終結燃煤電廠 導致減少那個食物化業 看到大家共同努力 怎麼來節能 做好節能 我們就必須比較正確 拜託大家共同努力 雲林人的悲情 就是台灣人的悲情 他裡面的住家 雲林是台灣的糧倉 雲林是台灣的糧倉 雲林還有嘉義 那都是台灣的糧倉 他跟台灣的命運 大家可以接受在一起 拜託大家共同努力 請就感謝 謝謝 不過這位先生剛剛有提到 有沒有其他污染的命運 剛剛問的問題 有包括這個問題 我可以回答你 空污 水污 土壤污 海洋的污染 都是連貫在一起的 都有相關聯繫 大概是這樣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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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 謝謝 感謝媒體 感謝 請